你看啊 这找对象你不能光找外表 你心灵很重要 对不对 他要是心里磕着呢 心里磕着那就烂了 但是王小千还没有烂透 姐夫 我跟你说你们都误解我了 我其实还真就不是外貌协会的 我找对象啊 看中的是人的本质 我跟你说就王小千有些事做的 我都没法当他面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为啥不当面说呢 我怕刺激他呗 那行了 你今天先刺激一下你姐夫 他基本就知道了 你来吧 那天就咱二楼那个张奶奶 七十多岁了啊 扛着一袋大米啊 回来走的那个费劲啊 腰都直不起来了 哎 你说这网小圈看见了 我大夫帮人家拿 拿这个手机啊就在这拍 你说你拍就拍呗 他还发了条朋友圈 说现在的儿孙都去哪了 你说最后还是人家 挺笨笨 帮奶奶把大米扛上去的 哎 你说他掐上灯 他又挖了一条朋友圈 装什么孙子 那大姐 你说他这事办得可声不可声 不是 这事可声是可声 但是这有情可缘 他俩不是情敌吗 对不对 这有情可缘 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啊 那天我大姐下班回来 一进南小区门 就被一条狗给撵了 哎 这事我知道 你大姐好家伙 单亲说话好几天呢 那天王小区也在啊 哎 他不帮忙不说 又拿着个手机 追着那狗 后面这拍视频 本来那狗啊 黏两下都累了 不黏了 这让他这么一次性 一下把那狗给整金了 这夹着 追着我大姐在小区里 这一通撩啊 我大姐跟狗啊 愣是加赛了三圈 你说他这人 败子可声不可声 发什么微信了吗 啊对了 他又发了一条微信 又说 奔跑吧 大姐 我跟你说 王小区这事办的 不是车尘 这可恨啊这是 王小区 我跟你说 你这事我还不管了 你知道吗 你大姐被狗脸的事 是你闹的呀 我告诉你 这事我不能给你管了 什么玩意 你说你这事 我还玩过 干啥 你不能不管呢 我不给你管那事了 王小区 你早在这呢 你偷听我说话 不是偷听 是聆听 大姐夫 他啥时候进来的 啥时候进来 他进来陪你找 小米粒 虽然我外表长得磕上 内心也不早好看 但是我不想 在外表和内心 都输给别人 我这次去韩国 就想从里到外 骑了咔嚓 斗掌一遍 咋的 你还真想去韩国 整容啊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你去 你不同意我也去 哎你你你你 你信不信你要敢去 我回来不认识你 要是被你认出来 那算整容失败 大姐夫 看了呀 拍啥呀 你让他去 他这模样 整容失败了 就算整容了 大姑墨 你去帮帮我呗 我帮你啥要帮你啊 上回的事 我成错我不行吗 我错了 你错没错 你说你这玩意儿 你心灵得美 你明白吗 对 以后不能这样啊 那行 大姑墨我帮你 这个你不能去 是吧 人家小米那都说 不让你去 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啥意思啊 啥意思你还不知道吗 就是说你在帅哥里面 你不算数 明白吗 你在客船里面 还是有一号的 大姑墨 你的这种鼓励 我真接受不了 没事 换一种鼓励方法 就说你呀 你长得有特点 明白吗 你辨识度高 那你不觉得我很孤独吗 你这孩子 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呢 你怎么那么自私呢 你说你到韩国 万一你给咔着坏了 你爷咋哽 你爷靠谁 靠我爸呗 你爸也那么大岁数 你爸靠谁呀 靠爷呗 俩人干票是吧 就靠不上你 是不是 看啥干票的来了 没有人 我们不算人呐 不算 怕不在 谁呀 露米太太 我看 让我再露这个假贼 最后一眼 是我给老米太太 少句话 啊 这也是我结账脸 在这个诗上的 最后一句话 啥话呀 我算了 为什么要整容 啊 不就是因为 俺老王家丑吗 我说我愤识来愤识去 丑不赖孩子 个儿在我 我丑啊 要整 就得从老王家 个儿上整 爷 你也去韩国呀 韩国 不彻底 要整就整得彻底 要整就整得 人家建筑害怕 那去哪儿呀 台国 看看 这就是一年以后的我 爷爷 我不整了 我叫你这么一个爷爷呀 哎呦我的爷爷呀 华华 别冲动啊 本来一个挺好的爷 这整成妈了 到你